我们很喜欢海南三亚 我们每次来三亚都会找中医调理 从年龄上虽然还没有到需要保健的税数 但我们非常喜欢中医做的一些治疗按摩 提升免疫力等项目 孩子们也喜欢足底按摩 找中医调理收予我们的健康充电 沙滩晒太阳体验中医康养项目 登山看日落乘游艇出海游玩 记者近日在海南三亚看到 国外游客身影随处可见 三亚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6月 三亚接待入境过夜游客5.07万人次 环比增长约11% 叶叶表示 入境游客目前多以俄语地区亲子家庭客群为主 每年的6月7月8月 它发言俄语国家地区的这个暑期就到了 家庭游比较多 目前还是以中亚国家 包括俄罗斯 以维持国家入住 今年的暑期的境外市场呢 还是恢复的比较好的 像我们酒店的话 境外市场价位可以达到一半以上 然后而且今年他们预定周期比较长 基本上提前两周三周就 具定了暑期的客房 而且境外客人 我们酒店境外客人主要以 俄罗斯啊 哈斯克斯坦为主 而且他们预定入住时间都比较长 平均达到十天以上 三亚社旅企业表示 三亚阳光沙滩 椰峰海运 中医康养 游艇出海等丰富的旅游产品和自然条件 对其具有吸引力 入境免签政策的加持 直飞航线航班的加密 消费支付方式的多样化 旅游消费场景设置多余种标识盘 许多酒店餐厅开始招聘俄语翻译 多因素使得俄语地区游客来此更便捷 提升了旅游体验感 为什么赵俄语翻译 我们不就是更好的服务吗 对吧 就是说有更专业的人去服务这一块的话 会让客人在这里用餐的话 那不是更好的沟通吗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也就是为了服务吗 对吧 我回去想建议我的妹妹来三亚旅游 并推荐我现在的酒店入住 我回去也要和丈夫商量一下 因为这次没玩够 看看计划下一次来三亚的时间